人生多艰,所以娱乐至死。 娱乐圈一直以来就是温正不断,各种飞温横飞。 最近,娱乐圈又爆出了关小彤王思聪夜店门的大新闻, 在前段时间王思聪去武汉夜店狂欢的拍到, 而且身后还带着一名性感女生,有夜店工作人员,声称这名女孩是关小彤。 二五在趋瓜群众的疯狂围观下,更多一次猛量被爆出, 其中最吸引眼球的就是一个一次关小彤的女孩喝醉酒后, 被爆进厕所的现场小视频,一时间引起网友们热议纷纷, 被称为关小彤厕所门。 三五关小彤王思聪厕所门事件流露开来后,网上流传着各种说法。 关小彤,王思聪,陆寒都一起上了热搜,三人之间的关系也被各种深疤。 不过,很快有一个网红出来澄清真相, 说他才是夜店狂欢的本尊,长相裤子关小彤而已, 网友纷纷改改,之前范冰冰刚刚闹了一个分身的的事情, 现在又冒出来了一个关小彤的,真是让人无语, 长得像简直就可以去帮忙做分身了。 四五知道这个消息不是关小彤本人之后, 很多网友的心迅速放了下来, 很庆幸陆寒跟关小彤还没有走散, 之前在关小彤王思聪夜店门闹得沸沸腾腾时, 很多网友纷纷给陆哈店哥,送他一手凉凉。 按十五五作为中国最有名的富二代, 娱乐圈纪委书记的王思聪, 可是著名的网红收割机, 身边不断的更化各种性感漂亮的网红小姐姐, 令人很是羡慕这样的万人民生活, 不过他的首富老爸王健林最近一年的日子并不好过, 资产一再缩水,让人担心王思聪的家产会不会哪天就变没了, 到时如果他还担心又娶不到老婆, 那可怎么办啊?